这是一台能够使用任何燃料油的发动机 它可以燃烧废弃机油 甚至地沟油 然后通过产生水蒸汽来驱动发动机运转 为了提高性能 设计师调整了发动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 以便创造可以高速旋转的旋风通道 引擎的所有零部件都选用防锈材料制成 以此来适应长期的蒸汽环境 气缸部分采用圆筒形设计 并呈散射状的等距分布 随后工人会在每个气缸内部 插入一个带有抗高热碳帽和滑行器的铝制活塞 活塞的另一头连接着中心的驱轴 它由一个特殊的轴承固定 与传统发动机的直线气缸不同 辐射状的排列能使发动机的结构更加紧凑 同时它可以改变活塞充成 让驱轴产生顺畅的旋转 以此来降低发动机的噪音和振动水平 此外工人还会通过增加配重的方式来调节驱轴动作 以免引擎在高温条件下产生偏向 每个气缸都配有一根推杆 它的底部与中心导环相连 另一头连接着气缸头 所组成的引擎总成 可以控制蒸汽进入气缸的时间 进而推动活塞运动 之后在导环内装上秃轮 使旋转的驱轴能够依次撞击推杆 接下来工厂还要对已经完成的发动机 进行为期几轮的性能测试 为了提升蒸汽发动机的动力输出 这家工厂研发了新型的旋风活塞技术 它们改变了传统发动机的气缸设计 利用高速旋转的旋风通道 来压缩点燃空气和燃料 让蒸汽引擎的燃油效率 能高达30%以上 组装好的发动机 首先要通过气逆性测试 由于它采用了轻量化设计 且结构简单又牢固 这样就减少了故障发生的可能性 使它能驱动多种机械 甚至可以应用在航空船舶等高精领域 接下来工人利用特制的转轮 将6米长的不锈钢管盘绕起来 用以制作发动机的热交换器 它是引擎的关键组件 可以有效地吸收和散发发动机的热量 让机器保持最佳的工作温度 这样不但能提高发动机的燃烧效率 还能避免过热所导致的机械故障 此外 它还能将一部分热量转化为蒸汽 与高温气体一起推动中心驱轴的旋转 并产生动物 热交换器由6组线圈交叠组成 每个线圈对应一个气缸 等到他们组装完毕后 工作人员就要进行下一步的燃料测试了 他们选用废弃油料作为燃烧油 其中包括废机油和地沟油 甚至几乎任何可以燃烧的东西都能使用 与传统内燃机相比 它能够实现更高的燃油效率 因此所产生的温室气体也会更少 当蒸汽遇到凝结气候 会被再次冷却成水来继续循环 所以这种引擎不需要机油 也永远不用担心水的补给问题 除了燃烧燃料 它还可以使用太阳能来进行驱动 你觉得这种现代蒸汽发动机的实用性如何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